美国锐意与中国激烈竞争 但竞争落败之后 千方百计略夺中方随得的商业利益 这样的强盗行为每天都在美国国会上演 最新的一出闹剧 就是美国众议院跨党派议员提出法案 要求中国短片社交平台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在法案生效之后的165日内 Modley Tiktok在美国的业务否则将会被禁制 这个法案中所提出的Modley字眼 就是要字节跳动大幅抛售Tiktok的股权 字节跳动2016年推出短片分享社交平台抖音 在中国取得空前成功 直至去年底全球每月活跃使用订户超过16亿人次 2017年推出的抖音海外版TikTok 现时单在美洲的每月活跃用户 就有1亿5千万人次 带来的每年营业经济收益高达8亿美元 TikTok的成功商业营运模式 早已经引起美国政客 甚至政府高层的妒忌和不满 2020年8月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要求TikTok一是卖给美国公司 一是就关门大吉 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在90日之内 出售或Modley这家公司在美国的TikTok业务 结果TikTok没有公司字节跳动 选择和美国的甲骨民公司进行 技术互信伙伴方案 TikTok可以继续在美国营运 但美国反华政客 仍然死咬着TikTok不放 这个亦已经间接证明了 TikTok在美国取得的成功业绩 已经令到美国只懂得哗众取宠政客 恨之入骨 众议院今次提出所谓保护美国人应用软件 不受外国对手控制法的法案 就明确点名 字节跳动和TikTok 列为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 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废提案的众议院中国特撤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的加拉格尔指出 美国的主流媒体平台 不能由美国投号对手所控制 字节跳动必须和中国共产党切割 或者失去美国用户之间作出选择 针对这项法案 TikTok发表声明说 无论如何掩饰 法案的目的都是要彻底禁止TikTok TikTok重申 没有和中国政府分享美国用户的数据 事实上 今次这项法案是否会获得通过和付诸实施 仍然未下定论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都指出 众议院议员提出的有关法案违欠 亦是政治炒作 是大选年再一次企图为政党领袖换取卑鄙的政治分数 这个组织指出 美国蒙大拿州 原定在今年1月1日起 禁止TikTok在当地使用 但这州一名法官 去年11月30日裁定 有关禁令 侵犯用户的言论自由 因此下令叫停 令美国政客打压TikTok的行动再吃大仗 其实美国政客不去协助行业进步 只是懂得以野蛮霸道手法打压对手 最后必定是失败告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